好多 鮭魚 鮭魚大概這麼好喝 好人 比你舌頭還厚多了 那個鮭魚 哦呦呦好厲害呦 怎麼500元就能吃到無菜單料理 紅洋做壽司 門口看起來簡單沒有太大的特色 後來才知道老闆說 一開業就遇到疫情差點撐不住 所以現在先一切重檢 聽說1月要打改裝 到時候再來二方哦 剛進去時聽到一人500元 只有10顆壽司 菜單看起來也不像是一份500元 該有的菜單 所以心裡當時想最好是很好吃啦 沒想到原本因為都踏進去了 就不好意思出去的我們 最後竟然還一直加點 沒騙你 口感根本就像是小時候漫畫中的 酱泰壽司店 超扯的 它的飯粒苛刻分明 每一顆米粒都充滿彈性 完全不像一般壽司那樣會黏在一起 醋子的酸甜度也非常的剛好 咀嚼中會讓你想分泌更多的口水的感覺 一個字 絕 現磨的白芥末 醬汁也不是一般死鹹的醬油 兩香搭配 甜甜醬醬 很有衝擊感 一開始會上一個有魚肉末的豆腐味噌湯 之後老闆手工現握 兩顆兩顆上盤 第一盤 鮭魚壽司 超級甜 老闆說它是用半熟成的方式做的 所以吃起來特別甜 阿比小聲的跟媽媽說 媽 它的鮭魚肉比我的舌頭還要厚 才吃第一口阿比的眼睛都亮了 帶點油脂的鮭魚甜 才一咀嚼就在嘴中融化 幸福爆棚 鮭魚握壽司 還是甜的 超甜 吃完後是不透露 那是鮭魚熟成後煮之一的甜 一聽起來是不是很厲害呀 製烤生蠔 干貝握壽司 製烤生蠔有一種香氣 吃起來非常的鮮甜 干貝主要是吃它的新鮮 厚度也非常的剛好 軟嫩鮮甜 吃進嘴裡彷彿在咀嚼一片海洋一樣 一個字還是鮮 秋刀魚鮪魚 秋刀魚是用醬字的 沒說有點不知道它是秋刀魚 這顆我覺得就沒有其他的威武 但是也是蠻有特色的啦 鹹甜鹹甜的製烤生蝦握壽司 鰻魚肝 製烤生蝦被火燒到半生熟 除了生食的甜呢 還有炙燒的香氣 兩種味覺一起衝擊 蝦頭也做成了另外一顆壽司 直接吸引蝦頭上的膏 滿滿的海味再次浮現鰻魚肝壽司 原以為它吃起來口感可能像鵝肝醬那種刷刷的 沒想到竟然是Q彈的 帶點甜味又有陰咪的苦味 咀嚼後帶點鰻魚香氣 第一次吃過還蠻好吃的哦 鴕鳥肉小鯨魚握壽司 最後這盤完全看得出功力 一開始聽到老闆在餐盤上 剁剁剁剁剁剁剁 想說在做什麼菜 原來是這道 鴕鳥肉如果吃過一片的人 會覺得口感很差 吃起來像咀嚼冰涼渣一樣 但是意外的這個鴕鳥肉打成碎末之後 充滿醬香 肉質感覺變好了 再搭配壽司米竟然變得很搭 小鯨魚的做法難度有多高 我是從牆上的壽司之神介紹的影片中看到的 這種魚本身有一種臭味 一般人不敢接受 但是師傅的烹調說法 反而讓小鯨魚的肉質充滿彈性鮮甜 而且吃起來非常的扎實 有一點點秋刀魚生魚片的口感 還不賴哦 想知道地址請看留言 壽人玫瑰手流魚香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關注點贊分享給我們一點點支持 我們會繼續努力創作哦 對了對了忘記講 事後我們還加點了三盤的鮭魚 加上一個炙燒的鱷魚肉 那個鱷魚肉真的也是非常好吃哦